大家看到我今天穿得如此香土之道 我今天介紹香土菜 今天來到深圳介紹很特別的香土菜給大家 因為大家知道所謂的湖廣熟天下粥 今天介紹的就是湖南菜 雙菜 作為魚米之鄉的湖南有很多菜氣 細分有長沙菜 鱷羊菜 三雙菜 今天介紹的是什麼呢 深圳很少見到鱷羊菜 鱷羊菜是什麼特色呢 要試一試 這個叫做大蒜炒臘肉 大蒜 臘肉是由湖南過來的 是已經分了兩個月的一個臘肉 試一試 很香 已經聞到臘肉的香味 這個不辣的 大家沒有這個湖南菜 只有一個辣字 我覺得香港人也能夠接受到 鱷羊在哪裡呢 鱷羊就是鱷羊樓旁 大家知道 先天下之勇如憂 後天下之樂如樂 鱷羊樓基 我們從小學讀大 就是鱷羊的地方 鱷羊就是洞亭湖旁 洞亭湖出什麼東西呢 就出這隻魚了 這隻魚叫做鱷嘴魚 它的嘴是鱷起的 所以看到呢 看到嗎 它的嘴是鱷起的 所以是鱷羊的特產來的 它是用煎的方式 我試一試 我試一大小的 煎到脆煲煲 它用煎的方式 然後可以點了這些湖南的辣椒 這個湖南菜跟香下四川脆一樣 辣是很重要的 試一試 嗚 好吃 皮很脆 不知道大家聽不聽到 皮很脆 因為魚肉是不是很滑 還未必是海魚那麼滑 不過皮煎得很脆 我喜歡 很香口 好 第三款就是這個酒地雞 這個叫做湖南酒地雞 它不是普通的酒地雞 它是湖南大生生脆的西好雞 土壤裡面有很豐富的西元素 試一試 它是用了煎的 放射煎了兩個小時 它有些薑 老薑 有些蒜頭 接著這個雞切得很小粒 用煎的放射煎 這個也是小辣的 很有咬勁 因為那些雞很明顯 那些雞 那些雞很明顯是酒地雞 是溫度員 所以雞肉很有咬勁 好實 正 很香 第一次在深圳吃這個鱷羊菜 再說一說食後的感覺 這個魚 這個叫喬嘴魚 如果你們有一次吃 其實真的很香 我發覺不蘸這些辣椒都很香 有點像煎小黃魚 更加大條 大過一條小黃魚 這個叫做大蒜炒鴨肉 都很好吃 因為這個像我們家鄉的菜 四川菜 其實湖南和四川很接近 重慶的南邊已經是這個鱷羊 所以兩個菜 類似都是不出奇的 價錢也是很划算的 這個壁點的香川土雞都是79元 最貴是這條魚 這條魚是88元 這個是說58元而已 全部的菜是幾十元 一百元以下 所以這個很划算 划算要大件的鱷羊菜 大家可以下一次來深圳 試一試這間叫做 糧廚鱷羊菜